年关将近 许多人都准备欢喜迎接农历新年 但是对于弱势家庭来说 年关不一定好过 为此先议员黄玉宜 特别在今天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发放白米、香肠、腊肉 以及1000到3000元不等的红包 给乡内139位中低收入户 希望他们也能温馨过好年 今天是我今年一度的 发这个冬令救济 今年发已经是第九年 今年所有的医院里面 有139位 39位来说起来 我同样用五斤的米 一斤修权一条烟肉 红包三千、两千、一千 来发博这些结束旅行 这些结束旅行 这些人是非常来说起来 已经家庭背景就心不好了 特别我们社会国家 真的要来给他关心 要来给他盗牌手 让他领导这些 補助品之后 可以过一个好的过年 可以说希望国家 大家要来关心 黄宇议员的善心意举 不但让乡亲感到很窩心 也获得县长林之庙的肯定 特别请秘书陈志信到场立庭 一起来关怀弱势的乡亲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来领导救济品 事实上都是一些残病疾苦的人 所以说 其实很需要这个社会温暖来帮忙 防疫议员 可以说有这个心 慷慨的人 每年都花这么多的资源 来帮助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可以说是所有民意代表的模范表率 当然我们没有要求每个民意代表 都做成这样 但是对这个行动 一定要代表林之庙县长 来庆定来鼓励 希望说我们年参与 所有的低收入户 都可以透过黄宇议员 这个行动 每年都可以过一个 很幸福很快乐的新年 黄宇议员说 今年是他连续第九年 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唤起更多有爱心的人 适时伸出援手 帮助更多弱势的朋友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